曾志伟与TVB彻底闹翻。 连好兄弟陈百祥都忍不住反击,他看不起TVB。 TVB亲生载曾志伟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,曾志伟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担任YTV足球解说员,这让TVB高层十分震怒,此前已经还传出与无限高层于永山闹不合,但曾志伟毕竟是TVB的大佬,曾志伟去年还参加了无限的台庆, 但是双方已经有自己的算盘。 曾志伟一向大嘴巴,在公开场合调侃如今的港姐选拔惨不忍睹,曾经作为港姐思宜的他毫不留情,就连他的铁打好友陈百祥也忍不住了,他看不起TVB。 曾志伟死前是无限的大哥,但是如今双方已经分道扬镳。 1995年开始制作蒋门人综艺节目,收视率爆表,曾志伟成为TVB的顶梁主,直到2013年传出他与综艺组高层于永山闹矛盾。 两人试图以成熟态度处理局面,曾志伟计划打造一个走出录影场,到各区与观众互动的全香港游戏真人节目,但雷声大雨点小,节目无疾而终。 旧亚式挖角无限,批港姐惨不忍睹。 有勇有谋的曾志伟,早在2016年亚式袭击前,传出他找老板买亚式,还在TVB八角幕后人员,计划打造以他为首的制作团队挑战TVB。 计之无限当时相当气愤,但最后因为成事,以曾志伟一时贪玩一带而过。 2013年香港小姐竞选,曾志伟不满于永山革新制度,直播改成录影。 录像期间他更按捺不住,X你老X,港姐是LIV,直播,为什么要录影啊? 2017年9月,曾志伟狂才港姐选拔,以四个自形容港姐决赛,惨不忍睹。 经过一番冷战之后,志伟终于在去年TVB台庆复活,大家以为双方放下矛盾的时候。 志伟6月为MyTV担任世界杯足球解说员,并以明星足球队名义,全队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比赛,明显不给TVB面子。 曾志伟采访时坦言无限不会那么小气的,直言与YTV还会继续合作。 因为这件事,曾志伟彻底激怒了无限,终于封杀曾志伟。 批港姐录播模式,要保持原味。 志伟昨日出席月饼品牌活动,被问到有没有留意今年港姐选拔,曾志伟首先称赞港姐之速比往年好,至于会否担任港姐司宜。 他则笑言,等他们先来找我,要看一下什么模式,如果像去年那样,只是出来讲几句话就不好了。 2018年港姐取消外景拍摄,将到西贡拍特集而被观众调侃由欧洲沦落到本地的西贡时, 智伟不客气地说,越南个西贡?香港西贡?西贡那么远呀?离将军奥好远啊?觉得失色。 我自己就喜欢以前的模式,节目可以不断更新的,但有的东西要保持原味。 香港小姐一年一度,观众当然期待,大家都会想看泳装,问答环节,外面花絮,新闻界一期外出报道,大家讨论,观众对港姐多点认识,节目自然好看。 参考来源